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次我们看到在中国的70大的中城市 它的一个新建的一个住宅价格指数 那事实上在4月份是 比商业份是有稍微止跌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个最主要是在今年3月初 中国的一个两会呢 它积极的表态就是要稳定 整个房地产的一个消费 那么也寄出了一个贷款利率的一个下调 还有公积金的一些贷款政策的一些放宽 等等的这些利多的一个措施 那么甚至他们在3月底 他们的国土的一个资源部 还有住房的一个城乡建设部 央行等等的这一些单位呢 他们也对于住房市场 也寄出了相当多的一些利多的一个措施 可能包括了像降低首付款的一个比率 那么也调降了二手房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税负 那么甚至呢 优化了整个住房的一个用地的一些供应 那么借此来促进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稳定发展 那么除此之外 在中国的一个人民银行 事实上从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5月份 也已经三度的调降了整个存款的基准利率 那么也两度的下调了整个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 所以这个部分都多少对4月份的一个房价的表现 有一些益助上的一些效果 是研究您刚帮我分析了这些原因 那我们来展望下半年中国大陆房市 您观察哪些重点 虽然说中国这个官方 他们推出相当多的一些宽松的地产的一些政策 那么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么最终还是会推动整个今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它的销售量还是会回升 不过我们看起来它整个的一个景气的一个复苏力道 可能在短期来看还是会比较薄弱 最主要是说中国的房市结构还是存在三个隐忧 第一个是说它的一个人口的拐点已经来到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城镇化的一个速度的一个放缓 那么第三个部分其实是比较严重的 就是在整个房市的去化库存的一个情况 目前还是比较严峻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削减掉 官方他们所寄出来的这些利多政策 它的一些拉抬的一个效果 那么因为像中国官方统计局的一个统计 他们在今年二月底 中国这个已经完工的商品房的这部分的一个代售面积 还是高达了6.4亿平方米 比2013年的12月底还要高出了1.5亿的平方米 那么这部分还包括其他在建的 以及说出浪的一些土地的一个状况 所以整个中国的一个房市库存量可能是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所以就显示说整个库存的一个风险的确是未来 我们必须观察的一个重点 刚刚研究们帮我们分析了未来几个观察重点 我们看到这一次公布的数据里面 在一二线的房产市场是有上涨 但是在三线城市的房价有下跌 您就能不能刚刚分析一下这个主要原因何在呢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四月份的整个一线城市 他们比上个月已经有上扬了0.90% 这是连续第二个月的证数的一个态势 那么二线城市在这个月也已经首度的转为持平的一个状况 那但是在三线城市目前的一个跌幅 还是有一点略为扩大的一个局面 那我想会呈现城市分化的一个状况 最主要是说不同的一个城市 它对于政策的敏感度是比较不同的 而且加上三四线的这些城市 它的一个库存的水位本来就比较高 也就是说它的整个供需的结构的条件 其实上是没有像一二线城市来得这么好 所以会造成这次四月份的一个价格走势呢 是比较呈现两极化的 是 也觉得那您预估这个城市分化情形还会再持续下去 还是会的 因为目前整个区化的一个速度 其实还没有办法加快 所以预计在三四线的一个表现 短期内还是比较弱势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台湾房市的部分 林律元那今年以来 台湾的房市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格局呢 其实今年以来就一到四月份 整个全台湾的建物买卖移转件数 也就是说在房市的交易量 事实上跌幅呢已经从去年的2014年整年的13.79% 目前跌幅已经扩大来到了18.55% 那么这个其实最主要还是受到整个政府政策 就是有关于税制上的一些变化 那么以及说房市的一个资金的动能逐步的消退 那么再加上现在开发商只有强化促销 还是没有进行实质的降价 所以导致说买卖双方 他对于价格的认知还是存有差距 所以这个都导致了在今年以来 整个国内的房市表现 其实还是相对低迷 那在供给量的部分 台湾在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蛮严重的 因为在去年的推案量其实是蛮大的 但是整个在销售率还是比较偏低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已经累积了相当的一些余污 那么今年又有很多的一个新增供给会陆续的释出 那么再加上今年的7月部分县市的一个容积率 要开始进行管制 所以之前的一些抢造也会造成部分的一个供给 有扩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目前整个国内房市的供需的表现 的确状况不是太好 那刚刚研究员提到说 未来下半年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政策来出炉 相关的一些措施出炉 那我们看下半年的房市在量价上的表现可能会是怎么样一个走势呢 其实在今年的下半年 目前我们看起来可能在量能部分还是会持续的一个萎缩 那么在整个交易的一个氛围没有办法打破僵局的情况之下 那么甚至说量能会频创新低 那么这都会导致房价呢 逐步的一个往下的一个修正的态势 就会逐步的成型 那么未来将会价格也是会逐步的一个松动 不过今年价格要有一个比较结构性明显的修正 目前倒是还不至于有这样的一个崩跌的一个状况 最主要是说先前这几年 其实不动产开发商也累积了相当的一些获利 所以目前还没有一个立即抛售的危机 那么再加上今年目前的整个国内利率的水准 还是属于比较偏低的一个状况 所以目前还没有立即的这一部分的隐忧 不过的确在短期下半年看起来 整个交易的一个氛围恐怕还是比较偏向保守的 是 研究员那有没有一些因素在下半年的话 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可能一些影响的因素呢 第一个我想还是在整个税改 特别是说这个房地合一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就必须持续观察 在6月16号这个立法院休会之前 能不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一次房地合一的这个版本 那么另外就是在下半年 可能在总统大选的部分也会提前开打 那恐怕这一部分高房价的问题 还是一个选战攻防的一个重点 所以可能在房市调控的一个政策 其实会必会有一个松手的空间 所以在政策面的部分 我想会是下半年首要观察的 那么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就是在利率的部分 我们可能首先要先观察 看看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在下半年 有一个升息的动作 那么未来会不会有牵动 国内利率电话的一个状况 刚刚研究员谈到高房价 那也大家也很关心在豪宅市场 还有班的价位的这个房屋市场 我们有哪些要需要关注的部分呢 我想今年其实不管是中央政府 或者是地方政府 它的房市的金融跟它的财政政策 其实都是针对高价住宅来进行调控 所以我们说这一波房市景气的修正 可能会比较不同于过去的轨迹 特别是在台北市的豪宅的部分 这部分在新版的房屋税 还有豪宅现代令等等的一个加成效果之下 我想会是今年的一个重灾区 可能在量能的一个萎缩上 会是最为明显的 那么另外就是在目前的整个市场氛围 可能会比较有利于在低总价的部分 可能会是今年的销售的一个主流 毕竟整个现在房市的一个结构 慢慢转向以自助为主 所以在不动产开发商的 这个部分的产品的设计上 也都会转往这些中小平数 或者是低总价的 这个部分的产品来走 最后请教研讯委员 那在各区域的部分 我们需要观察哪些部分呢 台北市就是我们刚刚提的 其实短期之内看起来 高房价还有民众的购物的却布 这个是目前台北市所 比较面临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困境 那么新北市的部分就是 必须要特别留意 它的整个目前供给量是有持续放大 那么渔屋的一个卖压 这是比较沉重的 那桃园市的部分就是要比较留意 就是有关在桃园航空城 这部分议题的一个风动 可能带来区域上的一些行情的影响 那至于在台中市 我想是短期之内表现 会是相对稍微好一点的 至于在台南市的部分 也要稍稍留意 目前整个行情 似乎有从高档 要开始缓步下修的一个状况 那么至于在高雄市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会是 今年低总价的部分 会是销售的一个主流 而高雄地区的高总价的部分 销售可能状况不是那么好 那么整个地区的一个销售率 比较偏低 还有整个退安量的一个扩大 会是未来这个地区 要着重的一个观察重点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 非常高兴访问到 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 副研究员刘佩珍 针对中国大陆 以及台湾房市 今年以来表现 还有未来有何观察重点 我们做详细的分析 非常谢谢研究员进行访问 谢谢您 谢谢